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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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 谢谢你接受财经日报的采访 你的公司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 但是据说你创业时根本不懂互联网 是 那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起步 可是我相信它有很大的潜力 怎么会选择电子商务呢 那时候好多人都做门户网站 我一直觉得互联网最大的功能就是联系人 那么为什么不把它用在做生意上呢 所以我想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把卖家和买家联系来 现在你的商业模式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当时根本没人投资 是吧 是的 我的概念比较超前 很多人不相信 可是 我比较一根筋 别人不投资 我就自己干 那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呢 很多啊 最主要是市场不熟悉这种模式 所以没生意 公司一直在烧钱 但互联网发展得很快 大家很快就开始尝试电子商务了 而且 我们能把国内外的买卖双方连接起来 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现在公司的业绩已经很好了 去年还成功上市 为什么不扩大业务范围 做网络游戏 搜索引擎呢 我一根筋嘛 现在我们有商家的交易网站 也有个人拍卖网站 我想把这些做到最好 听说你的理想就是 营业额超过沃尔玛 不是理想 是目标 希望在我任内能实现 他最后说的话很有性格 营业额超过沃尔玛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马总创业的时候吧 他说当时呢 互联网在中国刚起步 起步 这个起步很好理解对吧 like take first steps 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刚刚开始 那么这个起步跟开始一样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刚起步就是刚开始 没错 什么时候开始 那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起步 OK 比如说起步的时候 或者也可以说互联网在中国 起步的比较晚 OK 起步的晚 但是呢 它有很大的潜力 潜力 这 word comes up a lot in business 对的 潜力 对的 那门户网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站 你上去以后有新闻啊 然后有什么体育啊 有娱乐啊 OK so it's a portal website 对 那在中国呢 有几家非常大的门户网站 比如新浪 Sina 然后搜狐 然后网易 Net Ease 对 但是中国的门户网站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对 太多了 看不过来 是的 那么Yahoo也是门户网站吗 MSN 对 这些都是门户网站啊 国外的 嗯 没错 那现在呢 很多人在网上 像门户网站也是啦 算是搭建一个平台 对吧 搭建一个平台 那我们知道平台是platform 嗯 但是搭建是什么 搭建其实就是 创造 对 开始建立一个 但是搭建这个词呢 通常啊 是用来形容 搭建一个比较临时 或者比较 暂时性的东西 比如我们造一幢房子 或者造一座桥 它是比较固定 比较永久的嘛 我们就说建造 搭建的话 比如 搭建一个舞台 等演出完了以后 要拆掉 哦 OK 或者你搭建一个 非法的 违章的建筑 哦 OK 比如这个房子 只有五层楼 但是你在上面 第六层 搭了一个小阁楼 you build your own little shack on top 对 搭建 那这里平台啊 网络上的平台 它是一直会改变的 对吧 所以也可以说是 比较暂时性的 OK 或者是虚拟的 没错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搭建这个动词 好 那说到做生意啊 我们肯定会听到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OK OK 所以这就是 the business model that you hear so much about 对的 也挺容易理解啊 那其实讲到 这个电子商务呢 前几年 真的在中国 是很超前的概念 超前 超前 Super ahead 对 是不是像前卫那种 有一点啊 超前呢 通常是用来 形容想法 概念 就是说 你比别人 要进步很多 like ahead of your time 对 但是John刚刚说的 前卫这个词呢 通常我们是用来形容 像时尚啊 潮流啊 OK more related to fashion 对 or trends 没错 没错 今天我们的对话 其实不是马云自己说的 但是是看了很多 他的采访 写出来的 他就说 他是很一根筋的人 一根筋 一根筋 is like one tendon 对 one vein 对 但这个说的不是什么 手臂里或者腿里面的筋 是你头脑里面的脑筋 它的意思 single minded 对 说的就是你比较固执 然后呢 非常有决心 去做一件事 OK 一定要完成它 single minded and determined 一根筋 你一根筋吗 算是吧 所以你的中文 才会学的那么好 哪里 哪里 但可能也会碰到一些 挫折 是吧 对 总会有挫折 挫折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yeah you might translate it as a setback or an obstacle 对 挫折 是的 人生有很多的挫折 没错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跟商务有关系的词 好的 比如说业绩 对 这个对公司来说很重要 业绩就像你的成绩 对吧 学生有成绩 公司企业就有业绩 Your company report card 你的performance啊 你的表现 对吗 是的 那业绩很好的公司呢 说不定可以上市 上市 So go public 对 Go on the stock market 嗯 Get listed on the stock market 对 那很多公司 它强大了以后 或者上市了以后 就想扩大业务范围 扩大业务范围 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么范围 就是scope 对 扩大 是enlarge 对 那这是什么样的范围呢 是业务 业务 So it's like expand the scope of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对 业务就是说 公司做的事情 OK 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 这个电子商务 对吧 大家在网络上买卖东西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是在网上搜索 所以我们会用到搜索 引擎 搜索 引擎 搜索就是search 对 引擎 引擎是什么呢 So this is one of those transliterations right 对 Listen to it one more time 引擎 OK So search engine 对 那用在车子上也是 引擎 一样的 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的马总 他的愿望 或者他的目标 是营业额要做到很大 对吧 对 而且是希望 能够在他任内实现 在任内实现 那么这个任 就是我刚刚说的term 对 那马总有远大的理想 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 我们再听一遍 OK 我们要准备你 选择电子商务呢 那时候好多人都做门户网站 我一直觉得互联网最大的功能就是联系人 那么为什么不把它用在做生意上呢 所以我想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把卖家和买家联系来 现在你的商业模式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当时根本没人投资 是吧 是的 我的概念比较超前 很多人不相信 可是我比较一根筋 别人不投资 我就自己干 那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呢 很多啊 最主要是市场不熟悉这种模式 所以没生意 公司一直在烧钱 但互联网发展得很快 大家很快就开始尝试电子商务了 而且我们能把国内外的买卖双方连接起来 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现在公司的业绩已经很好了 去年还成功上市 为什么不扩大业务范围 做网络游戏 搜索引擎呢 我一根筋嘛 现在我们有商家的交易网站 也有个人拍卖网站 我想把这些做到最好 听说你的理想就是 是营业额超过我尔马 不是理想 是目标 希望在我任内能实现 这个是现实和虚构结合起来的 semi-fictional 会像我们说 based on a true story 对 inspired by true events 是的 是根据真实的采访和真实的故事 改编而成的 那你以前住在杭州 然后马云他自己是杭州人 他的公司也都注册在杭州 对 我以前几个朋友都在阿里巴巴工作 是吗 那现在他们都很有钱吧 因为阿里巴巴去年在香港上市了 上市之前他们都辞职了 哎呀 对 错过机会了 对对对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和这个商务 做生意有关的 而且具体的是看了互联网 电子商务 Yeah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e-commerce in Chinese 对 Let us know at chinesepod.com 好的 我们在网上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965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965